县长李明曾出席议会定期会总咨询时 针对议员张维华关心辖内外劳宿舍 影响社区治安及环境、卫生等议题时表示 将依法加强宣导及查查 强化警网巡逻取缔违法 维护治安及环境卫生 南投县全县约有12000名外籍移工 南投市就有6000名 以平山和新兴两里最多 县议会县政总咨询中 新议员张维华希望县府能够妥善管理 外籍移工居住问题 维护居家环境卫生以及治安 在南投县政府大约有12000个外劳 现在在南投市 特别是我们工业区这部分 将近就有6000多个外劳 6000多个外劳 特别现在一粒一休的时候 6日出来 你看那个很可怕 6000个外劳在那里游荡 在那里喝酒 乱丢垃圾 只要是他附近的 四处乱倒垃圾 外劳的民宿 这些一般应该是住宅区而已 台湾真的很需要外劳 不是不需要 可是在需要外劳的状态下 我们需要保护我们自己 本国的安全 人民的安全 这个更重要 是不是这样子 由于雇佣公司宿舍不足 外劳仲介公司租任民宅 作为外籍移工宿舍 社会及劳动处代理处长 罗亚兰表示 依照外国人生活管理计划书 外籍移工宿舍 需取得依建筑法规定 住宿类之使用执照 并依规定雇佣生活管理员 协助管理 那工厂里面 他如果来入境到工厂 三个月内我们会做检查 来跟他宣导法令 那另外在宿舍 他因为如果在工厂里面 由工厂里面来管理 那如果工厂的宿舍不够 他会租用民宅 那民宅的部分 就由仲介公司 还有副主下去管理 外籍移工目前是 南钢工业区的主要劳力来源 县府也希望厂商 能够妥善处理 外籍移工的居住问题 并且加强宣导 台湾的相关法令以及措施 以维护环境卫生 陷阱局方面 也会加强巡逻 维护当地的治安安全